今天您不能不知道 我们继续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迎接中秋廉价 但是不少的饭店业者却发现 今年国内订房的状况不太理想 根据观光署的统计 中秋廉价 国内整体的订房率只有47.69% 而国庆廉价的订房率 也只有54.75% 但是反观 今年以来 桃园机场的入出进旅客的客人量 在廉价的时候是不断的创新高 桃园机场候机室旅客满满 搭上廉价出国潮 桃机旅客人数再度攀升 看看今年各廉价桃机出入 近客运量 清明节单日已超过10万人次 预估这一回中秋节 单日有望近12万人次 机场人潮多 但反观 国内旅游市场却呈现两样情 南投日月潭伊达绍 新自行车步道加持下 新开幕的温泉酒店 订房率高达9成 但其他饭店业者 订房率普遍落在 7成左右 有国内饭店业者知乎 今年中秋廉价订房率比想象中惨 今年中秋廉价 台东地区的饭店住房率 大约比往年少了两三成 根据观光署统计 截至9月22号中秋廉价 前两日平均订房率 只有三个县市超过六成 其中新北市63.66%最高 热门景点澎湖县订房率 则只有31.3%最低 而宜花东平均订房率也不到五成 看看今年的各个廉价 国内整体订房率约落在四到五成 好不容易端午廉价突破六成 但中秋廉价目前订房率不到五成 订房率相较其他廉价还低 因为我们的都市区 缺少了外国旅客来台的这个溢柱 所以会拉低整个我们的住房平均 业要旅馆公会抱怨 今年国旅少了补助 影响民众住房意愿 中秋廉价订房率不如预期 业者无奈也只能耀牙苦撑 记者综合报道